围在新北市淡水区翼山里淡金路三段 往淡水方向可以看到画面中原本陆幅的两线道 在科技公司大门口前空间较宽敞 一旁的土地上面就画上了白色槽画线 李璋表示这里工业区上下班时间人潮众多 加上附近居民常常反映这里没有人行道设施 因此也希望能够来争取画设 李明还有康书的员工 他们在上下班的时候 因为只有单边的人行道 他们觉得不符使用 所以建议再增加另一边的人行道 以方便行人的穿越 离璋表示这里因为淡金路 无论来往车辆都非常多 有时候到了假日车速也都不慢 加上这里路边没有人行道设施 民众向离璋反映 常常都得与车针道 走起来也感到相当危险 这样也比较安全 他们如果人多的话 就走在大马路中间 没有在人行道上 也是一个很危险的行为 所以我们还是行文 我们交通局 看能不能再增设这一个 人行穿越道 离璋表示 日前在会刊路旁 潮化线时 就有提出人行道的需求 无论是做实体人行道设施 或者是来画设标线型 人行道设施 都是能够给用路人 一个安全的行走环境 也期盼未来可以增设人行道 让上下班或者是居民 可以安全的过马路 记者许多安 一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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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外道